字幕志愿者 不敢當 不過對 現在的環境說好嗎 其實當作一個 也是一個藝術家的人來講的話 現在的環境是不是比以前真的 比較好一點 不敢當 不過對 現在的環境 說好嗎 就是當作一個 也是一個藝術家的人來講的話 現在的環境是不是比以前真的 比較好一點 不敢當 不過對 現在的環境說好嗎 其實有各種冥想 但是因為各種 表演機制 補助機制 其實一直不斷地在更動 那文化 很多神槍也會把他們 當時會越來越多 對 沒錯 那以前是文建會 現在變成文化部 各種每個藝術團隊 他們每年都要針對 各種不同的補助機制 不斷地在想辦法去爭取到 一點點的補助費 就認到潘雅法通 要有金費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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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是自己的劇團 自己在劇場界的活動的話 當然就是更交大活動 我們是切割開來的 所以如果是交大藝術技 是學校自己就有一筆經費 要去做交大藝術技 對 沒錯 但是因為這些經費都還是有限 所以就像我們剛剛聊過的 我們會去結合各種不同的來源跟活動 不過在那裡有很多提到 因為這個營餅不設計 要放進去 要做對於小小的客戶 做到藝術 做在目標的工作 對於在審核的時間 你就做得看著 年來那一條的沒有按照 小的客戶 全都沒有看到的 就是吉他社的一個片 小的劇團 或小的一個表演團體 然後就刺激下去 地案子 刺激下去 刺激下去的出路 你第一次在審核 你會看到那個 這條牌的案子嗎 對 其實是這樣 對 然後有的時候其實 我都還會特別打電話去 跟他們說 你這個計畫案可以再改一下 我跟你講 對呀 希望審核有案的空間 很在審核發表 對 因為最後審查的結果 並不在我們自己手上 我們有另外一個審查委員會 不過你很在照顏的經驗 很在審核的意見 對 我說這個寫得不夠清楚 可能就會被 就會直接被退回 對 不過不適合 不適合 不適合條牌的時間 剛才在說 剛才在審核發表 做一個理工科系的 就是電信系 對 不過有參加 就是那個 審核的審核 審核的審核 有戲劇的社團 那你戲劇的社團的演出 你剛才還沒說 各位 因為921 不是比較大型的表演 做一個表演 不過不出了 三個月後 不知道為什麼 有做過的 團體嗎 做過的 職業嗎 以前大學的時候 因為很幸運 就是認識了一些學長姐 那他們就會提供他們的人生經驗 然後 所以其實我在大學期間 我們做的演出都還是比較 我們都會盡量的希望可以走出校園 對 然後也 也會開始練習一些企劃案 去要一些製作經費 對 那這些經驗累積 到了後來 其實 畢業了之後 其實心裡面一直都覺得 希望可以繼續做這件事情 所以 有了這些累積之後呢 就 自己試著去成立了一個劇團 然後也 整個沒案過的 沒有那麼簡單 其實 立案很簡單 經營很困難 對 因為所有的人 因為我們都還在新竹 然後成員其實都是以前 學生時代的一些夥伴 但是大家的人生都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 所以 慢慢的這些人就離開了劇團 對 所以這個劇團現在已經沒有繼續在活動 對 不過這次的劇團有做過表演嗎 對 做過演出的劇團 對 所演過一次 然後就沒有了 所演過一次 所以 所以 你說這次的劇團有成立多久嗎 成立了半年 因為我們從地案申請籌備 這一段時間到演出 這一段時間大約是半年 但是那之後就 就 解散 就沒有辦法繼續做下的出席 對 但是那些太家對這個 因為你現實真正在那裡 就是現實真的是一個很殘酷 你還是要顧及一下 就是經濟面 對嗎 對 因為那些劇團的法 但是要有當地的劇團的人 要有這個條路 一邊 建造設善有建立的劇團 要有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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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有暗的劇團 要有暗的在經營 其實是很多的 沒錯 對 那包括其實 我自己現在也是 有一點處於這樣子的情況 對 因為我在學校裡面 有一個正職的工作 但是其實在這個工作之外 我還是會持續的去參與 各個不同的劇團的職位 去協助他們 對 還說那些風色 那個比較保險嗎 比較保險 對 對 但是也很 很悲慘 悲慘的點是在 你還是可以完成 你還是可以做 做這個活的東西 因為怎麼說 它就是一個妥協 這是大家的妥協的 程度的多寡 對 但是我們說到 要的妥協 其實當年生的 最晚生 萬生 在幫他摸上的時間 其實在這家的養 這家的爸爸媽媽 要妥協很多 非常多 對 這部分是不是也是 應該是 因為 最好不是在家裡說的 不是在家裡說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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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年後 有留在家裡的爸爸媽媽說 我不會做的 我去做的 哇 藝文產業 不是在家裡的爸爸媽媽 有嗎 其實剛開始 都是傳統家庭 所以很不贊稱 對 但是慢慢要去說服他們 對 就是說這樣子我也可以過得很好 對 其實他們都只是希望你過得好 對 不過因為他要證明 和他有時間的證明 因為整間有看到 和他有當年 那個高校的高校 他有什麼進步 也有 對 但是還好 因為我就是選擇 在學校裡面先有一份工作 對 有在問聽的就對了 對 不過他不可能 比較幸運的部分 那你這家身邊有看到 有看到當年的學生 和那些學弟妹 有在家裡的堅持 這個問題嗎 有非常多 對 因為進入藝文界之後 就認識了很多這些人 那有非常多人 其實每次扮演出 都是自己砸錢去辦的 對 嗯嗯嗯 所以你們在家裡做的時間 用到上班 有最多老騎著 並肩作戰的感覺嗎 就會盡量的幫他們 對 有時候幫他們做吃 就收少一點錢了 哈哈哈哈 不過我們今天有看到 我們其實對家人家的 爸爸媽媽的部分 什麼是青苔感觸 你們知道爸爸媽媽 可以支持這家四年嗎 你們知道怎麼做過 要成長的部分 有夠好嗎 你們有看到 就是爸爸媽媽 在那樣的勤態 這家四年來救 來救 來救人家 是不是 來救人家 來救人家 不過很重要的 是否很重要 很重要 很重要 不過他們說 每天都要有 動作的經驗 有夠好的經驗 他們說 新一夫妻是 每天都要來救 台下有在 三合一的劇場技術 不需要來 付出技術 技術的部分 對對對 這個活動就是 我在外面的劇團 他們有辦一個 所謂的 教人家從 零 到最後一個製作的完成 那所以這個 那是那個劇場的嗎 對劇場的 劇場從零到 對對對 從零到零嗎 還是從零到零 從零到零 到演出結束 對 所以從這個 前期的這些行政面 寫企劃 預算 然後到 演員的身體訓練 表演 然後到技術的課程 對 這是所謂的三合一 所以 十塊場 沒有經驗的你們 所得去參加 對對對 就是辦給初學者 沒有任何經驗的人 都可以來參加 副師傅 你不負責在副分 那個哪個技術 對 我負責就是劇場技術的部分 所以劇場技術 是已經劇場成立了 然後所需要的一些硬體 技術在副分 那指哪部分 其實技術的方面 它就是指說 當我在做一個製作的時候 我所謂的燈光 我的音像 舞台 甚至多媒體 服裝 化妝 這些其實我們都歸類為技術的部分 那沒有了這些劇場技術 這整齣戲就不會好看 對 所以怎麼樣子去運用這些東西 然後我們會用跟不用 會造成什麼樣的不同 不過今天它 它開師就有說 它實體在進步 有懂得的數位化 有科技面 那不像 那就是學到風雲技術的部分 自己是不是也要 就是與時俱進 也要一直在學習 對 沒錯 因為它數位化真的有好多 我們看到很多數位跟表演 結合的表演 對 因為這幾年多媒體非常的流行 大量的投影的技術被運用 還有很多互動感應 甚至機器人已經開始 進入我們表演的領域裡面了 對 所以 其實如果對這些東西有興趣的話 是必須要一直不斷的去進修 去學習相關的知識 哇 真厲害 我以為好讓音順 那不難過的事情 其實本來的同時 其實我以為這個有神的法 聽錯在做的道 它在長途 沒有聽錯在成功 沒有聽錯在成功的 聽錯在成功的 青年會來請 台大收集一下 也有太多的音樂規 所以很高興 台大做的那些 做得到的資訊 教大藝術季呢 我們就是每學期 我們會固定的發佈一本節目手冊 然後除此之外 我們會有電子報 我們有官方的網站 甚至我們有Facebook的這個 粉絲專頁 對 大家做得到的 雙倍做得到的 雙倍做得到的 好 今天我們會 補問大家 可以跟台大學班 可以在 音樂規的發佈 在整體 有很多 和澎湃的發佈 所以大家有興趣的 可以在這裡 成功提起 來講一下 來參加的音樂發佈 請問大家 有請到 下次總監 來多欣賞 什麼 什麼 好 好 再來就請大家 鄉下甜點 請上鄉下 做運動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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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